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朋友的教材S 今天有个很重要的消息要跟你讲 也就是这个大世界即将要重置了 像画面上面看到还有12天 12天之后就要马上进行重置 其实官方很早就已经订定出这个规则 在每个月的1号凌晨0点 就会进行大世界的重置 所以下个月的2月1号凌晨0点 就只将会重置 那这个重置是哪些人会说要重置? 首先是完成主线剧情干卡4张的指挥官 会重置这个大世界 那如果你还没完成4张剧情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受到重置的影响 那在重置之前呢 有哪些事情你必须要做的 我现在带你了解一下 那重置以后呢 所有的关卡海域 全部都会恢复成未压制的状态 也就是没有安全海域 所以我们要重新再打一次安海 那第二个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些据点 或是这个深渊战 全部也都会消失 再来每日的这个日常任务 也会重置 当然你这个重置的海域的情况呢 是不会影响到你这个猩猩数的 你曾经有拿过猩猩的 一猩两猩的 这个猩猩是不会让你去重置 所以你可以接着打 只不过我们要重新再把它打回安全海域 再来这个商店里面卖的这些补给品 其实也会重置 那就如我们之前讲的 这重置之后呢 每个人的池底都是一样的 只是有兑换奖品上面的顺序 所以你最后换好换满之后 你就没东西换了 所以不用讲说谁比较多 谁比较非 基本上你可以换好换满 然后就等重置了 另外一个被重置的地方呢 就是道具 道具只要被重置掉之后呢 它就会换成兑换卷 那有些东西是不会换成兑换卷的 所以你这边可能要去查看一下 这些东西重置掉就没了 所以你在重置前 把这些东西给用好用满 像是四信啊 行动点啊 补给箱啊 这些都不会变成你的兑换卷 那只有这种代币 还有坐标轴 会换成相同的兑换卷 不过我建议你是把坐标轴都用完了 因为你这边的兑换卷 点数够超过5910点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不用留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重置之后呢 这边的商店 这边所有下一次你可以购买的 总共加起来也就是5910点 所以你只要超过 你就可以买好买满 再等下一轮的重置就好了 好 最后一个 你一定要在重置前完成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收集 主要是这个情报收集 这边是主线嘛 重要的是这个情报 为什么要收集这个情报呢 情报里面会有 每一个章节都会有一个六小节 那这个六小节都是要靠你在地图上面 去收集情报的未来的 那这个情报呢 基本上会关于你的行星组 其实每个地图都有一个行星 是要收集这个情报 那至于这个情报 该怎么收集 我接下来用图表来跟你讲 会比较清楚 好 首先跟你讲一下这张表 要怎么看 这张表就是收集档案用的这个表 这个在B站 还有在这个海事局上面都有 那可能有人看 没有看得懂 所以我接下来跟你讲 要怎么看这张表 好 首先 总共有这个 很多种不同的档案夹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 总共有9个档案夹 那每个档案夹里面呢 又有不同的分页 总共有6个分页 或是6个档案 档案夹有6个档案 好 所以每一个都是代表都一样 总共9个档案夹 那它有分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第五页 那这个数字就代表什么 好 陨石事件 四次就代表什么 四次代表是你的一个地区 好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 有很多地区 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地区 所以四次就代表 这个海域 它的前面的数值 然后后面它代表的名字 那这边会有一个档案可以收集 好 所以以后你要找地图的话 你可以找四次 这边代表是它的这个海域名称 数字名称 然后一代表是它的这个轻蚀等级 一就代表轻蚀等级一 二就代表轻蚀等级二 以此类推 所以打到六的话 就是轻蚀等级六了 这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才是 好 接下来讲一下这些档案要怎么找 好 首先这个一三五页呢 是在未压制的时候 你第一次进去的海域 它就会出现 好 一三五它是有这样子一个条件 好 那二四六呢 其实在安全海域 已压制海域呢 你随机进去的话 它才会随机出现 所以一三五你只要记住 是不会出现在安全海域的 那二四六只会出现在安全海域 这样子应该会通了 好 再来另外一个条件 皆为该档案前夜已获得 什么意思 这就是叫档案获得一定要照顺序 档案获得一定要照顺序 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获得第二个档案的时候 我一定要先拿到一号档案 它才会出生二号档案 那我要拿三号档案的时候 一定要拿到二号档案 它才会出现三号档案 好 如此类推 我要拿五号的时候 我必须要拿到四号 那我要拿六号 一定要拿到五号 所以一定要照顺序拿 这是它一个出生的条件 好 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 我们开始说了 一三五的档案 是在首轮被压制的海域的时候 你会拿得到 好 二四六海域 是要安全海域压制后 全清完你进去 才会随机出 所以我们前面 一开始先检查一下 第一个档案 有没有拿到 好 有拿到我们开始去打第二个档案 就是全海域压制 全清的时候 就去找第二档案 这是我们在重置前要做的事情 把二号档案全部减好减满 再来重置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拓三号档案 因为三号档案 是要在围压制的时候去找的 所以我们找完三号档案的地图之后呢 我们再去找四号档案的地图 把它全清到安全海域之后 不断去刷新它的这个情报 好 四号档案刷完之后呢 我们才去开拓 未压制的五号档案位的地图 那五号档案地图 手轮进去踩到之后呢 我们再去压制六号档案的这个安全海域 再去刷新六号档案位置的地图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档案都减好减满 好 回过头来我们来讲一下 在重置之前你要做些什么 先去看一下你的这个档案里面 是不是每一个档案 一号档案第一页都有找到 全部理论上就是九个档案夹里面 如果都有一张的话 那代表说你的一号档案基本上都入手 那如果还没有入手的话 请你去找这些绿色的 如果你是还没有去压制海域的话 你基本上进去都有可能 那如果是已经是安全海域的话 基本上你就拿不到一号 要等重置 那如果全部都拿到手的话 你可以先朝二号档案 就是第二号页 打蓝色部分 蓝色部分进去安台的时候 才会随机刷新这个档案 那刷新这个海域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是一个门票纸 所以你必须要进去之后 把所有的敌人都清完 物资拿完 出来之后呢 回港口或是去其他地图 再返回去你要的这个档案地图 他才会重置这个地图 刷新这个地图 才有可能刷新这个档案 所以这点不要忘记 一定要全部清好清满 拿好拿满 出去再回来 出去再回来 不断刷新这个海域 刷新这个档案 踩完三号就踩四号 踩完四号就踩五号 踩完五号就踩六号 所以这些地图呢 都是各自独立的 所以互不相干 只不过你在路线上面 可能要稍微去抓一下 不然的话 你也可能可以等下一轮 从这之后再去做准备 好了最后我们来演示一下 你要怎么去搜集 去检视你到底缺哪些这个档案 好假设我们今天缺了这个二号档案 二号档案对应到的是 这个能源革命 好能源革命旁边显示 可以获取的资料价是134号海域 好我们就去找到134号海域 好我们找到134号海域记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 进去后它就会开始随机刷新 如果有档案的话 你就直接剪档案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把这边全清再去剪档案 那一旦剪到档案呢 它就会显示 你这个情报里面多了一个档案 那星星你会增加一枚 就是点单 然后接下来去找 你没有达成星数 没有收集到档案的这个海域 继续收集就对了 好了以上是这些 在大世界重置前 你必须要了解到的这件事情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你这个档案的收集 好如果你少了一次 你可能就要再多一轮的set 才有可能把它收集收满 因为这会包含到你的星数问题 好所以务必要先把档案 给收集起来 如果你不是这么认真的话 其实不收集也无所谓啦 好 那这个档案资料呢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云端 或许你也可以参照这个海事局里面 海事局里面 也有比较新版的这个档案资讯 所以以上是这一次 你在大世界重置之前 你必须要做好做满的事情 好那我是草蜜肉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